没脸去知道吗 上尉没给我脸面 朱元璋团队的封关会议上 擅长连个芝麻官都没唠叨 看众将都兴高采烈的去参加庆功业 自己一个人回家声问气 汤和也很诧异 借着聚会的热闹气氛 大胆问了一声 上尉不是很敬重李擅长吗 怎么不给他封关呢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朱元璋告诉汤和 不封李擅长是因为他曾经的背叛 汤和有些疑惑 当年不是你亲口说的吗 让兄弟们全都忘记这件事 今天怎么又就是重提了 可有人却认为 咱们把那件事给忘了 谁啊 李擅长 我的老天啊 汤和心里一阵惊涛海浪 合着你众八大哥心里一直 思思记着呢 长玉春也瞪着无辜的大眼 呆猛的瞅着朱元璋 哥俩没想到 自己的大哥这么能记仇 这种心态既是既仇 也是尚未遇下的手段 果然李擅长回家后 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站在院子里干着急 李擅长正长须短叹时 尚未派汤和来了 邀请李擅长去讲课 这当家教的台阶一来 李擅长骑着小马 快步走进帅府 咕咚跪下连声认错 杉长 向上尉 请罪 朱元璋嘴上很客气 你是先生 我是学生 咱可不敢给你定罪 见朱元璋还是这个态度 李擅长只得把话挑明 当年都是我的错 大帅请你原谅我 虽然偷偷学外语 都是天血惹的祸 见你兵权被剥夺 无奈只得跟老郭 如今道歉求原谅 以后实时替您扛 朱元璋听完 觉得这李擅长认错态度还不错 又问了一个触及灵魂的问题 李擅长汉都下来了 这哪是问题 这简直是宋敏提案 当年你朱元璋见死不久 我全程参与了 说郭天旭是被原军干掉 这不客观 说他死在你手上 我指定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你不想背这个锅 我也不想啊 得 干脆让郭天旭自己背锅吧 一番谈话下来 李擅长满头大汗 身上一副尸头 不过这个答案 真是说到朱元璋心坎里了 您说的可真是太好了 先生 拜拜 请请 这几件事说开了 次也就拔了出来 朱元璋决定重新启用李擅长 任命李擅长为丞相 掌管辖区内钱粮收发 官吏任免 百姓民生 处了军事 四周八复一切事情 李擅长都可以做主